字幕 李宗盛 各位歡迎收聽 財金全方位 我是SherrPro 看看這個回率走勢圖 加元的走势在三、四月都可以說是強勁,主要受到加拿大央行暗示可能會在6月加息的消息影響,令匯價一度上市到7.75水平可以說和美元看齊,不過踏入5月由於HST過渡期開始,令匯率急速下跌。 HST 全名是Harmonized Sales Tax,是加拿大將在今年加拿大日即是7月1日在安省和卑斯省實行的新稅制,購買大部份貨品和服務都需要繳交相等於貨品13%的稅項。 簡單來說,即是說,如果你買一瓶兩元的飲品,去到檔案埋單的時候,你就要付2.26元了。 實行HST,意味著新屋的買家將要付多7%至8%的稅款,因為屋主現在只需要繳交5%的稅項。 此外引入新的HST以後,需要和地產交易有關的費用和稅項都會上升,包括佣金。 鹽屋、股價費等等都會由5%上升至13%。 所有因素相加對消費者會造成一個很龐大的成本的開支。 對於HST 的負面影響,大溫住宅建築商協會的行政總裁Peter Simpsons 就說, HST 對房屋的可負擔性是造成很大的障礙。 另一方面,卑斯省省長金寶爾就說,HST對卑斯省的經濟有不少好處, 卑斯省的華人普遍反應都說,未見其利,先見其害。 由5月1日至6月30日起,為期兩個月的過渡期內。 預先付費,但要在7月1日後才能取回的商品和服務都要被徵收13%的合併稅。 有哪些服務是增加了呢? 稅項呢?好像是乾洗、家用石油器和原油、上網服務、家庭的電器工、管道工、木匠提供的維修服務、 和產草地等。由於HST的推行都會由5%增加到13%。 又看看安省方面,搭的士或是市內交通、剪頭髮、公共服務、收費、 甚至是喪禮和棺材。稅項一律都要給13%。 加拿大聽眾有任何問題,歡迎打到Canadian Revenue Agency、稅務局… 對匯率有什麼影響呢? 可以預見的是,加拿大下半年的經濟氛圍,將會受到這次HST改制的影響,變得更加蕭條。 加元未來是有機會再跌, 徘徊在6.9至7.1的港元水平 可能大家想入市買點來握手都未定 但加元後的走勢是怎樣呢?就拭目以待了 今集的財金全方位就來到這裏 多謝你收聽, 再會!